不知道各位小的小看动漫 比如说看到高达或者IS中的那种机体 会不会在我脑海中幻想自己上去驾驶的心境 尤其是蓝天下的空战 那种机体的闪状腾脱实让人热血沸腾 而最近在玩的这款游戏 斯路德 虽然驾驶的东西并非机体并非个人武装 却满足了很多对空战的想法 尤其是用瞬间的冲刺 在敌人360度无死角的炮火中 把臂强离大雨的操作 那可真的是在我的脑海里演练过了千把回来呀 游戏中的一些基础的操作以及战斗规则 我们在去年9月21号 这款游戏的第一次测评中提到过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今天测评内容我们来详解一下操作方面的小技巧 以及对于初期阵容选择解析 在斯路德中很多章节的关卡 并不是千变欲律的打怪 比如说呢 有一些关卡就需要我们在某一个空间中 分辨飞望不同的点位 关闭某些东西 亦或者是让我们在限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点 体验非空中的速度与激情 就比如说这个现实冲刺飞行体验的关卡吧 很多小伙伴估计飞着飞着了 就感觉自己的手快按出屏幕了吧 开始冲刺飞行前 你先将自己人物的面向对着反方向 然后使用冲刺按钮 接着从当前冲刺面向 你可以左转弯180度 向正确的面向开始前进 因为这个冲刺是在我们屏幕右下方的区域 而右侧的区域同时控制我们人物的面向 你按出冲刺键 然后向左急转弯 你的右手拇指就要向你的屏幕左侧滑动 那么当你转向正确的面向时 你按刺冲刺键的手指 就应该滑动到了屏幕片中间一等的位置了 那这时我们后续的飞行 你的右手拇指也就更方便操作方向了 另外呢 在游戏的设置中 有一个针对游戏性的设置 这里如果我们把射击模式选择成跟随手指 那么我们在游戏上的过程中 是可以进行三次的操作的 右手的大拇指控制射击 从此大招准技能 时时长按屏幕持续普攻 左手控制方向 与之前的测试相比 这次呢 游戏中对于很多按键的布局 以及手感都有所优化 不仅按键的比例有所增加 屏幕左侧的描手键 旁边还设置了一个开火键 方便习惯左手设计的人使用 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 可能相比按键的一些优化和小技巧 更多小伙伴好奇的点 在于游戏前期的阵容到底能不能打 在斯路德中 确实由于他和前期 必定能够获取到的四人鼠阵容 即法尼亚 埃娜 夏洛 以及瓦斯提 其实前三人是剧情获取的 而瓦斯提则是千道的第二天 主动拿到的角色 在游戏中呢 有风 火 雷 冰 以及元能 五种元素 而这个初始小队成员的元素 直接占据了其中的四种 直接击活了 多元共感的团队buff 此外呢 下落这个角色的大招 还复大有治愈效果 能有效延续我们战斗的驱航能力 斯路德的实战 基本上就是看情况 把元素克制 或者是元素降变 来产生高娃的伤害 有一点好处在于 这个游戏里的元素的克制 是只要你的元素 和对手的不一样就行 没有什么五行像刻图 那种必须一物想一物的情况 所以呢 如果是遇到那种自带元素的目标 你只需要显换出一只元素 不同的人力在场角色 打伤害即可 虽然这套阵容 没有元能这个万能克制元素的角色 但已经有四种了 还要啥自行车呢 至于元素相变 是实战中输出的阻力 而我们这套初始阵容 恰好可以对别人 像成几乎所有的相变 这也就意味着 就算我们只专心培养这四个角色 或许不管遇到的目标是什么元素 这套阵容出场的角色 总有办法不被克制 且甚至可以用元素负责的方法 自己创造环境 打出元素相变 这里呢 和各位再说一个 实战打相变的小技巧 达到后面的关卡 难度会越来越高 很难说一个角色击败Boss 基本上都要靠元素相变的反应 来暴击对手 因为我们这个初始阵容有四种元素 每个角色又存在鼓攻 一般这种Boss不出来之前 只能用普攻和小技能相变去攻击目标 最好每个角色都能出来打一打 这样好积累大招 然后有些关卡 等Boss出来之后 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右上下的角色左侧的大招 基本都满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小技能的CD 先用小技能打一套相变 然后右上角 我要点头像 直接点大招 挨个释放 继续去导新论的相变 如果有角色小技能的CD 不够怎么办 元素技能打在目标身上 会复着的段时间 所以CD不够的时候 如果能在复着中的时间内释放 可以等 但你也可以选择小技能 下大招混放的方式 去打这个相变 我之前打Boss的时候 就是小技能的CD 留了一套 大招留了一套 挨个放完之后 不说Boss被秒杀吧 血量也确实瞬间消失了好大一截 但想留技能给最后的Boss 前面就需要好好操作 做Boss 不然被打死了 就少人参与相变了 当然了 除了人数的相变 对于做的很重要之外 这次的测试与之前相比 还加强了普攻在实战中的作用 这样一来 就不至于在技能CD期间 我们的空上伤害疲软 反斗节奏也更舒服 斯洛德也是我第二次 参与测试的游戏了 能不能先感觉到 游戏的手感确实好了不少 加加上通风要求 各有不同的关卡 整体的可玩性 还是很高的 当然了 作为测试阶段的游戏 肯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呢 不能自如不吃按钮 导致有些键位 不是很符合个人的影响 再比如右上角的角色切换栏 虽然在手人都穿能满的情况下 你先按这个人物的头像 在右侧却条 和名字在右侧的这个界面 我们比较舒服的按到大招 但是我再没有大招使用 只是切换人物 打相比小技能的时候 并不是很轻松 经常我按了右上角 发现没有按到头像 就不要我切换 好了 以上就是有关思路的 二色体验的相关内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 自由空障感觉的游戏 记得一定要多多关注这款游戏哦